Hello大家好,知春奴 五月倒收重返200億水平 今年第一季GDP同比增長兩成多 整體經濟穩步復甦 但是復甦不平衡 仍未解決 真是有壓力 尤其中小企經營 仍面對較大的壓力 有商戶說黑漏持續減少 經營信心盡失 決定租約到期後結束營業 另外亦有商戶認為生意冷清 收支軟未實現平衡 只能見步行步 民生區商戶經營越來越困難 吉舖處處 有什麼辦法解決呢? 有學者說澳門不能打價格戰 亦沒有條件進行 鬥便宜不行 但可以燒特色燒情懷 利用流量時代優勢增加賣點 但關鍵是中小企 而有求變精神 澳門大學金融及商業經濟學系 副系主任李鎮國說 以目前民生區經濟體 確是沒有起息 走入道船街 吉舖處處 政府、商會積極在不同地區 舉辦表演活動 推出優惠等 吸引居民、旅客入區消費 但中小企生意 只有在活動初期有起息 變制效用即是遞減 他認為關鍵是中小企 需要有求變精神 尋準客人的需要 燒特色、燒情懷、燒古早、燒服務 以最近澳門大熱的摩托雞飯為例 居民在社交平台開設關注群組 分享在各區餐廳的摩托雞飯 引起迴響的同時 摩托雞飯更成為居民肯定的澳門特色菜 有些店舖以限量供應給客 亦引來外資機構 乘勢加入戰團 增加摩托雞飯的菜式應市 他說一些貼近澳門民生的食品 對旅客來說有一定特色和賣點 對居民來說是一種情懷 關鍵是商戶如何推廣包裝 建議把握流量時代的優勢 繼而吸客留客 即是在網上吸客多些推廣 例如最近有收車中心 實行24小時制 一個電話隨傳隨到 賣服務包括售後 但若要在內地收車 要先預約澳車北上 但內地店舖也不會即時幫車主整車 要約時間 便宜當然便宜很多 但服務未必到位 澳門車房收順些 服務好些 相信吸收到些小客 李振國說 澳門中小企不是沒有出路 是要求要變 對準目標客群 需求提供所需 在求變過程中 亦需要政府商會繼續支持 例如最近周末北區消費大獎賞 建議可以每個區份輪流做 不要只是北區 目前不止是居民消費有動機 相互求變亦需要 消費優惠有需要繼續推行 但強調當然不是永恆 也要靠自己 中小企自己去求變求生存 如果不變的話 只能夠接受時代淘汰 剩下的當然就是強者 我們這一集先看 我們想支持 拜拜